那我们也用到一个叫Row的函数 那顾名思义 有Row当然会有一个叫Column Column是那个蓝 Row的话是横向的列 那如果我今天希望 做出一个99层法表 而且你们可以 想一下如果说我今天希望怎么样 做出一个99层法表 还是在旁边 再插入一个空白的那个吧 空白的那个工作表 那这个99层法表 如果我希望做出来的效果 能够长得像这样子 1乘1等于1 那其实你只要做一个之后的话 其他向右向下 一次就可以全部完成了 其实主要是利用Column跟Row 把它做出来 不过这里的话可能会需要 这两个函数的搭配使用 不过做法 基本上我大概简单做一次 给各位看 基本上我们会希望 向右的话 我假设这边看到 应该前面是蓝 前面是蓝 然后面这个是 后面这个是列 后面是列 然后最后的相乘的结果 前面那个应该 我记得应该什么 前面是什么 一个叫乘数 一个是被乘数 反正前面那个 然后前面蓝 后面列 然后后面第三个是加种的结果 相乘的结果 所以如果我要把这个结果给做出来 第一个 当然我可以插入一个函数 利用这个什么 利用那个Row Color函数 先把这个Column先放在前面 那这里 reference 你就用预设的 它会抓到现在的1 那如果说我今天 1乘上1 等于 所以后面 中间要串一个什么呢 and 一个用x 当成是乘号 假如说我今天要串什么呢 and 后面再串一个Row函数 那Row函数的话呢 后面 其实第二次使用函数的话 请记得在香拉清单这边点击它就可以了 按确定 所以你如果现在直接打勾的话呢 各位可以看到1乘上1 这个马上就出来了 你可以先试试看 向右看一下 大概89 大概到R1吧 然后向下 有没有 后面东西现在还没出现 如果我要再补上去的话 你可以什么 等于 后面要加一个等号 所以等于的话呢 一样嘛 后面加一个串接 所以and 串接什么呢 串接一个等号 所以等号是一个自创 串接 等于什么呢 等于两个相乘的结果 两个相乘的结果的话 后面再一个and 串接 所以基本上 只是串一个等号 前后 因为它们函数 不能够直接串在一起 最后的话呢 互相相乘的结果 我直接拿这个来改好了 把这个复制贴到后面去 然后呢 把中间这个串接符号 改成一个乘就可以了 一个乘号 把这个 那个栏 乘上列的结果呢 帮我丢到 等于的后面 把它打勾 那我把它向右 向下 OK 一个九九层发表呢 就大功告成了 应该可以理解啦 这个其实还蛮多地方 可能会需要用到 什么地方会用到呢 比如说像后面 我们有个练习题 也许你可以看到 那个练习题里面 我们有一题叫什么呢 叫万年例 万年例里面的话 做出来 这个 我如果万年例里面 可能第一个 我需要什么 需要一个数字表格 因为我 所谓的万年例是说 你只要给它年 跟给它月 它会自动帮你把 这一整个月的 那个月例 帮你把它填上去 那填上去的结果 就长得类似像这样子 有没有 那数字的话 基本上其实就是 假设吧 我们先不要管说 它位置在 哪个位置 那我希望填上的是 1到42好了 那你要怎么刚好填 1到42 其实这里的话 当然 我们可以用 刚刚的方法 也许你1到42 如果说你要填上去的话 那你可以用什么 用column column不是1到 1到7 OK 可是问题呢 你第二列之后的话 变成要再加7的倍数 如果说像万年例 也许你可以想想看 如果我要变出一个什么 一个结果是1到7 然后8到 可能14 一直到42的一个表格 这要怎么做 其实也主要可以利用什么 用那个column跟roth 可以把它变出来 那这里我想请各位先试试看 这个是延伸的练习题 因为利用到那个 参照函数里面的column跟roth 其实会需要 这个取得 比如说你哪一栏哪一列的话 可以用这个部分呢 可以把一个99乘法表给做出来 请各位利用那个刚刚提过那个column跟roth这两个函数 试着做出呢 我刚刚讲的那个99乘法表 那可以参考一下云端上面 所显示出来的结果 今天呢要做出一个像这样的一个表格的话 其实你们可以开万年利这个范例档 里面基本上 大概流程是这样的 第一个先产生什么呢 产生那个横向的栏 所以我column 第一个先用column函数 column函数的话呢 你可以找到这个column 先找到那个最近使用过的好了 column函数 那column函数里面按确定 你会发现你如果向右 向下的话 它全部都是一到七 为什么 因为它只会参照到它的栏 那如果说我今天要加上什么 第一列还是一到七 反正就不动 可是第二列的话呢 就是这个的相对位置的下一列呢 那我就把它加上七的倍数 加几倍呢 加一倍 OK 所以这个加一倍 这个加两倍 这个加三倍 那不就跟肉很有关系 只要下一列 那我就是加差了一倍 一倍的话呢 就是七天嘛 所以我的公司后面可以加上什么 加上七的倍数 所以用七来乘 那你可以用七乘在 我习惯是乘在后面 那乘几倍是跟什么有关的 跟肉有关 所以肉 小瓜糊 肉怎么样呢 先抓到现在的列 现在是第三列 可是第三列呢 我不加上那个七的倍数 所以把直接先减掉三 减掉三之后它是零 所以零的话 记得先减 所以前后要加个瓜糊 那减完之后呢 你如果乘上七的话 意思就是说 我现在这一列 零 乘上七还是零 所以不会加任何的数字 可是当我下一列的时候 就是四 四减掉三 那就是乘上七 就乘上一倍 五就两倍 这样的话呢 基本上前面是它的 那个什么呢 它的原来的数字 初始化的数字 后面是加上 要不要加上七的倍数 所以利用这样的方式打勾之后的话 向右 向下 你会发现了 一到四十二就产生了 有没有 那其实这个 这个做法其实蛮多地方都会用到 比如说你要排列某些资料的时候 有没有 像比如说你一个来源资料 可能纵向的一栏 它没有分任何 没有分任何的栏 那你要把那些分成七栏 你就可以这样喔 它会利用Column跟Row 自动会帮你排列整齐 只是说这个可能延伸的练习题 后面如果用到的话 我们再来看 所以这个也是第二个变化题 主要用什么 用Column跟Row 这两个函数 应该可以了解这个逻辑吧 这个逻辑还蛮好用的 因为很多地方 都可以这样把结果给凑出来 因为如果你这个凑不出来 后面就不用讲了 但是你这个东西过关之后 后面就变得很简单 应该可以了解这个逻辑 所以换年利部分 那刚刚有两个 一个是九九成罚表 答案在这里 一个是那个 一到四十二的表格 答案在这里 那待会我们再来看 有关那个index 怎么做 index实际上呢 它非常单纯 反正就三个参数 一个是什么呢 一个是array array其实就是范围 第二个是什么呢 那一个array里面呢 一定会有列 所以第二个参数是哪一列 第三个是哪一栏 有没有 就像一个表格里面啊 那你要抓哪一个 哪一列哪一栏 它就帮你把那一列那一栏的资料 帮你抓到另外一个储存格 那实际上就是等于是 帮你抓某一个字 所以你要告诉它正确的列 跟正确的栏 它就帮你把资料抓过去 那不像V路卡栏数 会限制一定是要查第一栏的资料 OK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呢 请各位先把刚刚那两题 先试着做做看 一个是九九成罚表 一个是万年历的一到四十二的表格 因为你万年历 如果一到四十二的表格做不出来的话 那后面就更不用讲了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